其實今年7月左右的時候 有人就說這個航運股炒得差不多了 資金要轉到電子股 電子股裡面有一個選項 被認為蠻夯的 那就是電動車 可是最近電動車 好像讓人家蠻擔心的是不是 雷寧 對 這個中國大陸爆發 這個應該講說 所謂的錯峰用電 就我們講的離峰用電 其實它為什麼會這麼大規模的 在限電 然後電的部分出問題 主要就是它的燃煤廠 就有禁用的問題 因為它有全球氣候議定 它想要做些讓步 它真正衍生的出來的問題 當然發電量就產生 對民生用電來講就影響非常大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有一句話叫做 一個國家發展的速度 從它的交通速度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交通不論是人流或車流 大概就像一個人的 身體裡面的血液一樣 如果流動的慢 那就表示它成長的一定慢 那現在這個電幾乎就讓它癱瘓了 更不要講說它還能夠流動 什麼意思呢 我們以南北來看 就是在北方其實氣候比較冷 例如像東北那些 他們對電動車的需求就比較低 等一下我回過頭來講為什麼 在南方的時候 南方的部分 他們的這個所謂用電動車的數量 佔比就很大 我舉以廣州為例 廣州的這個充電樁業者 他就收到一個通知書 什麼通知書呢 2021年廣州地區有序用電通知書 這個通知書通知你做什麼呢 他告訴你喔 大家一起來享用 這個響應政府的這個節約能源政策 就是限電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時候 早上8點到晚上11點 請你們這些高用電量的 高耗電量的 什麼呢 就是電動車嘛 這些充電裝備 因為你們請你們呢 這個享受輪流用 就是分區用電的概念 它會有限電喔 然後呢 告訴你盡量就是晚上再來充電 什麼意思呢 叫你晚上11點以後 到凌晨8點去充電 請問你車在那邊充電 後面有沒有要排隊 那你是不是要睡車上 這樣就搞死人了啊 他真的 等下我講東北這邊 怎麼就想到這一招啊 對 我想到北部 等下講北部的部分就更誇張了 那你這樣一直排隊這樣搞的話 我想北部的部分喔 所以電動車本身自己 有一個里程焦慮 現在所有的這個電動車的車主 還承受了一個所謂的限電的焦慮 那他這個中國大陸 他對他們內部20個省份 發出這種限電限產 還有離這個錯風用電的一個通知啊 那東北的部分喔 我剛才講了 東北其實氣候比較冷 電動車他怎麼樣 他怕冷 因為在他的這個電池反應 需要一定的常溫 如果低於這個溫度的時候 不僅充電充得慢 放電也放得快 然後還有 現在講了很多數字 還有我們得到的一些 一些內部的情形啊 都是屬於這個八九月 還重來熱的時候 但如果冷的時候啊 那個我剛才講 電動車效能變差的時候 你在車上要不要開暖器 你在車上要不要充電用電 還要聽音樂對不對 那個的耗電量會更大 所有電動車的問題反應 一定會反應在今年的冬天 那一定會更嚴重 那有的地方開始下雪 你的車又沒有電 你吊在雪堆裡面的時候 看你怎麼辦 那東北的部分 其實他們的這些車友啊 就開始很害怕 因為當你手機沒有電的時候 或者是你突然 他們真的現在已經會 有一些地區開始會突然限電 還有比如說像河北的例子 突然一限電的時候 基地台沒有電 手機也不能打 然後車子也沒辦法充電 等於我的手機是有電的 但是因為基地台沒電 兩區啊 然後呢再用車子的部分 去充手機 那手機就 那汽車變成行動電源 他說他叫他自嘲 你知道說現在怎麼辦 人跟車全部都困在那裡 然後不能動 對 然後呢 河北這邊啊 其實他影響就很大了 他以這個 他們的計程車有兩種 一種就像Uber一樣 叫網約車 另外一種就計程車 那這種電動車充飽 像特斯拉也是一樣 充飽電大概都會跑400公里 對 那你計程車問講的話 這樣夠我一天使用了對不對 那我剛才講了 是不是他現在規定你 8點到晚上11點 請你不要來充電 要的話只能半夜 那這些計程車司機 就變成怎麼樣 半夜去充 然後白天呢 又輪流限電 這什麼概念你知道 所有的計程車司機 全部在充電中前面排隊 這就不會是你去搬送有沒有 後面你撞門會比較快一點 這種超級充電至少需要充 40分鐘到一個小時 結果後面有人在吹 有人在趕 你就怎麼樣 只能充半個小時 天啊 然後上車的時候沒上完 等一下再回來 搞到他一天至少要充 二到三次的電 才有辦法去跑完 那你想想看 這生意還要不要做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這個電動車的未來 他們形容他們自己 簡直就有如廢鐵 可是政府又要信心喊話 他們政府就跟你講 各位不要擔心 中國目前總共有678萬輛的電動車 各位這678萬輛等同於台灣的 所有的車輛總數 那個數量很可觀 然後他跟你講 以今年8月為例 你們這麼多678萬輛的電動車 也不過就用我們所總有 總有電量的這個0.2%而已 那就算你成長到6000萬輛 我也不過才2% 哎呀放心啦 我們的用電不會有問題 你覺得會有問題嗎 現在就已經有問題了 還等你成長到6000萬輛 所以他買電動車的時候 不會在自己家裡的這個停車位置上 對 這個我們稱為一個 充電網絡的建立 其實他們跟 其實在很多國家都一樣 如果你是後面集起直追的話 你這部分的這個硬體建設 肯定會追不上 你新蓋的房子 當然就可以把這些充電商 規劃在裡面 再來我們再想第二個問題 哪有那麼多人都買一樓 那那些一樓的 既有的這個充電裝 是不是也會淪落到 要排隊的一個窘口 我用20秒幫雷尼快速補充一下 中國他們有一個叫做 東西南北充電思路計畫 做得很完整 他就說 他們要在80到50公里的過程當中 在全國廣建 1500個充電站到2000個 推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才敢去買電動車 可是現在根本問題是 充電站第一個還沒有做好 但現在是全國電網 包括了煤跟全國電網都有問題 所以卡在這邊 你就算有充電站 原始的電沒有來 還是沒有用